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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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like我们的Facebook 还有IG、MeWi等等的平台 like他们 本田的Jazz令我想起很多日本旅行自驾的画面 来到最新一代香港卖三个版本 第一个是最普通的EX版 另外也有上次Long Sir介绍过的Hybrid版 还有今次我们要试的Crosstar 也就是升高30mm的SUV版 Crosstar的价钱是$199,880 比普通版一万元 变成SUV之后 它的空间布局是否一样聪明呢? 铁起来又会怎样呢? 同级对手会是哪几部呢? 我们现在马上看看 我们看看新Jazz是什么样子 Jazz一向是比较像MPV的Hatchback 是用法 因为它的车头比较短 车顶又高一点 可以做到比较多的空间 所以一向都算是同级比较宽落的Hatchback 只不过今代它的车头设计不同了 而这一部Crosstar也升高了 所以给大家的感觉 好像都很不同 好了 这个车头刚刚推出的时候 都引起很大的回响 有些人会觉得 思思文文多好多可爱 有些人会觉得 嗯 好像有点凳凳的 其实我上网看过设计师的一些访问 他就说 这个是一个叫Friendly Face的设计 就像柴犬般欢迎你 原因就是他想吸引一帮年轻人 他觉得年轻人想要一部舒服的车 多过一些很激烈的车 那我们不如看看有些什么 是这一部车才有的设计 这个鬼面罩是Crosstar的版本 跟普通Jazz有点不一样 我自己就会觉得用在这部车身上 好似顺眼过普通Jazz 接着继续看看 头尾泵把和车側 你会看到用了一些黑色的防刮膠边 加上车顶架和16寸的Crosstar Link 你会觉得整个车好像有点SUV的Style 硬朗一点 Outgoing 一点 好像真的换落味重一点 一坐上来这部车 竟然感觉有点冲击 因为表面看 好像跟以前差不多 都是用一些塑胶的物料 但仔细看 你会发觉它的设计 布局 按键的摆位 其实都跟以前很大的分别 我自己的第一感觉 就好像坐了一部Honda E 虽然我没有上那部车 但看上去的感觉也是很像的 即是怎样呢 即是好像回到家 很暖的 但你又不会觉得很廉价 又或者很老土 首先 你会看到前面的大银幕 真的很大 所以彩光就会觉得很充足 看前面也觉得很开扬 接着看下来 A柱的设计都不同了 看官方资料 就说比以前幼了50% 以前的视野是69度 现在变了90度 然后车厂很多地方 跟车外一样 用了一些很简约的主意 譬如你看到载盘 其实是两幅式的 前面这个电子标板 以前有个好像罩的东西 可以挡着阳光 但现在就没有了 看下去更加一目了然 看中间 以前看相片 原来觉得好像冬一阵西一阵 在说一些载盘 但是来到这个版本 你觉得很试正 很麒麗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在人生第一部车 我是试上一代的Jazz 当时就说有什么可以改进呢 我就说 如果真的要我挑剔的话 我就不太喜欢它 没什么实体载 譬如说 你可能教收音机大小声 如果有个扭扭的话 我说不比较好 虽然它的载盘也有得教的 不知道是不是太多人反映了 现在真的有个扭扭 可以教音量 这个是非常之好 跟之前一样 这部Jazz 也有很多摆东西的地方 旁边可以摆水瓶 中控这里有位置 可以摆银包 散银 总之有很多可以摆东西的地方 还有这座椅也要说一下 现在我坐这一张是防水纤维椅 只是CrossStar才有的 而无论是任何一个版本的Jazz 厂方资料就会说 这个椅架是用了新的设计 有什么好处呢 不外乎那些 符合人体工学 座站舒服了 乘托也会好了 我现在初步坐下来的感觉 是挺舒服的 但是不是跟以前很大的进步 我又不敢说了 其实Jazz一向给大家的认识 都是空间很富乐 以及椅子的灵活性很高 来到今代 其实一样它都是做到这个 但是空间就不要恶度了 刚才邀请了同事坐过 它身高是一七几的 正常成年人身形 它的头顶和脚位都是松动的 而且脚又可以塞进前座的底下 三个人坐满的空间大致就是这样 这一部车有什么新的地方呢 其实就是多了前座椅背 可以摄电话的袋子 以及今代的油缸因为变了位 所以以前一直都有的Ult的座位铺牌 来到今代 理论上可以偷渡回来的空间就会多了 那什么是Ult呢 就是三种不同的座椅铺牌 第一种就是很多车都有的 就是将两张后座拉低 那你就会做了一个都很大的空间 就是可以放单车之类的行李 第二种也是后面这两张座椅 就是好像戏院座那样拉起去 那腾出来就是前面这个空间 可以放一些比较高身的物品 譬如你去花市混吉就对了 第三种就是将前座座架位的椅背拉低 那你就做了一个空间可以放长形的行李 譬如是滑浪板 甚至我上网看过有些人躺在休息都可以 还有这部车的尾箱我都可以说一点 来到这一代都有一个平地台的设计 那我有点冷知识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CrossStar的尾箱 其实是小过普通版6L 当然6L其实就相差很少 就绝对不会影响你摆东西 好 终于试到新的Jazz 1.5NA 配CVT 马力是121匹 跟以前真的相差无几 虽然这部CrossStar版是比普通Jazz大 主要原因都是包围令它大步了 而且它不是整部车崩漲了 而是原地升高了30mm 所以无论是本身的Jazz 或是升高了的Jazz 其实我自己不会对它的驾驶表现 有很大的期望 事实上我试车之前 我预期这一部升高了的Jazz 駕起来应该是跟普通Jazz 都差不多 我现在的感觉似乎是差不多 駕起来我觉得跟以前的感觉都是相似 但是好像比以前的高级 隔音好像做得比以前好 而且只关门那一刻 我感觉跟以前都相似不一样 以前的Jazz 有那种好日本车 典型的感觉 但是这一部 我刚才关门的时候 又觉得好像又有些质感 而且駕駛的时候 它的路畅做得好很多 是宁静了很多 即是无论是行走的时候 或者停定的时候 传回来的雜音 都不算很多 以日本车来说 而且虽然它这一部 是配CVT的波箱 那种不喜欢CVT 或者你驾驶CVT的感觉 不算十分之强烈 至于唐太 駕駛跟之前一样 都是有少少轻飘飘 不是太大的感觉 但是对于新手 或者喜欢駕駛小车的人来说 其实是好的 因为够灵活 够直接 不需要想太多 而且坐在这个位置駕駛 之前我会想 变成一部SUV之后 会不会觉得坐得很高 或者很浪 但我发现 跟駕駛一部普通Hatchback的感觉 真的十分之相似 因为始终只是升高了30mm 就是3cm 坐下去不会坐得很高 就算快一点 转回旋处的弯 都不会觉得轻质得很厉害 駕駛一样很容易去控制 说回旋处 我发现这个A柱 这么幼的设计 是真的帮到手 所以当你小路出带路 或者转回旋处 需要这样安装盲点位 其实是看得很清楚 也不会让你很有压力 看不到位置 是没有这些疑问的 这部车的悬挂 是很典型日本车那种柔柔的感觉 但我觉得比起上一代 它又扎实了 扎实的意思不是硬 而是每一下它一样很柔软 但是它会支持得住 如果用普通版的GS来说 它有什么对手呢 日产的Note 万事得意 总之平时去日本租车 K-Car以外最便宜的车 就是它的对手 而这个Class 我想大家都喜欢它 小小步 足够灵活 而这一部的特色 从来都不是说它 駕得特别好 或者特别坏 而是刚才所说 它的空间很灵活 以及坐人的空间 都很阔落 但当这部车升高了之后 对手又变了另外一班 例如是万事得的CX-3 Volkswagen的T-Cross 甚至是KIA的Stonic 如果这样比较的话 我觉得有点古怪 因为这部Jazz Crosstar 就会是最小的一部 但是它价钱又不是最便宜的一部 也都不会够有Turbo 行DSG的T-Cross去比较 虽然这部车的马力 数字上是最大的 但始终NA加CVT 也不会跟T-Cross一样的感觉 如果说设计 又似乎不够CX-3 所以我自己觉得 既然它不是升高很多 可能你跟Hatchback去比较 我心会舒服一点 说回现在在香港 其实周边都见到Jazz Jazz这么受欢迎 我觉得主要原因 一来因为它是一部很小的车 同时空间好 都挺适合家庭用的 而且它是一部挺适合新手用的车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很多人喜欢改Jazz 明明Jazz可能马力不是很高 但它们很喜欢加尾翼 或者加些包围 令到它好像又有些轻轻的感觉 但是有趣的地方 今代它的样子 改到那么温顺 又或者是那么家庭向 会不会令到这一班 喜欢改装的人 从此就不喜欢改Jazz 还是会变成另一个商机 说会吸引到另一批 不喜欢改装 喜欢乖乖地开车的家庭客 那真的要再看下去才知道